哈士奇先是不断用舌头舔至龙锁 随后用嘴咬住锁头 向上一提 将门打开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龙 这只哈士奇再次做出令人诧异的举动 只见他走到另外两个龙舍旁 用同样的办法打开龙门 放出了另外两只原本关在里面的小伙伴 从凌晨一点多开始 一直到早晨六点多 这只哈士奇把店里弄成 经过此次越狱事件后 这只肇事的哈士奇 已经被放到一个原本装脏熬的不锈钢笼里 外加两把大索严加看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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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